电新闻外陈书冠 特首李家超到深圳 向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汇报基本法23条立法工作 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以结果为目标 团结社会力量 完成23条立法的历史使命 是爱国者治港的光荣成绩 建好香港的安全屏障 巩固由乱导致的户土墙 可以昂首阔步 聘经济谋发展为民生 参与会面的还有中联办主任 郑雁雄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人 夏宝龙又接见了立法会主席 梁君彥 听取回报工作情况 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 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 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宇 成员汤家华、吴秋北等都在现场 外交部驻港公署坚决反对 并且严厉批评 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 毛利满黑本港23条立法 日华条例草案在立法会获全票通过 反映各界强大的民意共识 王展熙报道 立法会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之后 国际社会持续表达关注和忧虑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形容 香港加速由开放走向封闭 加拿大和日本就担心控罪模糊 或者会引起寒潜效应 损害一国两制信心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发文反驳 说条例草案在立法会获全票通过 反映香港各界强大民意共识 重新立法兼顾保障权力、自由和经济发展 增加法治确定性和社会稳定性 亦都提供更安全、便利、高效的营商条件 发言人又说条例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 符合国际法 有筆点名批评个别国家的国安法例条文 比香港更多、覆盖更加广、规管更加严厉 他们无理指责抹黑香港政党立法过程 是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 抗议被告、抗议中国内政 多个政党和团体、杜美、英等驻港总领事馆外面抗议 出请停止干预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 英国去年落实的新国家安全法 早被广泛批评设有大量新压条文 包括不少条款定义模糊 以及对执法部门授权宽泛 我闻逢劝卡姆伦收起偽善商标 先反省自己国家的问题 他们在总领事馆外面放下请愿讯之后和平赞去 有钱新闻,王展喜报道 公立医院收费年底之前完成检讨 医管局说研究方向 与医卫局提出的急证室分级收费相符 又说接二连三的医疗事故是个别事件 具体成因有待调查 有春华报道 医管局证检讨公立医院收费 不过结果未出路 政府已经提出急证室分级收费的建议 主席范鸿宁出席医管局大会后 透露建议和研究相符 期望年底交报告 早前农历新年期间 急证室容许非紧急病人退款 缩缓诊证压力 医管局说反映正面 会积极考虑在复活节长假重推 详情会在下星期公布 医管局也被问到 公立医院两个月内 接连发生三宗医疗事故 是不是反映管治出问题 至于医护人手 医管局说流失情况有显著改善 截至今年1月 12个月内医生和护士的流失率分别是5.4%和8.6% 幅度按年减少弱两成 有线新闻由俊华报道 葵冲医院重建地盘 一个工人怀疑由高处夺下死亡 警员在地盘内调查 星期四下午5点多 有工人报案 说大约30岁的南管工 昏迷倒饿在地盘内头部重创 救护人员到场证实他已经死亡 建筑署说死者是承建商员工 怀疑由高处墮下 事故之后已经暂停工程 直至确认工地安全 警方列作工业意外 劳工署展开调查 而死因有待验尸确定 美国司法部起诉苹果公司 说苹果违反市场竞争法规 垄断手机市场 起诉书提到苹果当年来建立了一个 主导市场的手机平台和生态圈 公司市值推高去到天文数字 科技进展虽然带来竞争 但苹果不是以减价抢客应对 反而施加限制措施 向软件开发方收取更高费用 又阻止创新 宅外替代选择 具体的垄断行为包括 阻拦跨平台的通讯软件 限制第三方的付费功能 智能手标的兼容性 扰断非App Store的程式服务 和云端串流等 司法部长加难形容 苹果的做法选人利己 我们连续 Apple has employed a strategy that relies on exclusionary anti-competitive conduct that hurts both consumers and developers for consumers that has meant fewer choices higher prices and fees lower quality smartphones apps and accessories and less innovation from Apple and its competitors for developers that has meant being forced to play by rules that insulate Apple from competition and as outlined in our complaint we alleged that Apple has consolidated its monopoly power not by making its own products better but by making other products worse 首届核能峰會 在比利時舉行 各國支持發展核能 已達至減排 副總理張國青說 核能發展要為及發展中國家 反對將和平利用核能政治化 林静怡報導 國際原子能機構首次核能峰會 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原子塔旁邊舉行 包括中國等32個國家參與 峰會發表宣言 各國再確認 致力以核能作為全球減排戰略的主要單元 亦都對達至能源安全 加強能源供應人性有必要作用 各國同意採取負責任措施 釋放核能潛力 包括資助現有核反應堆延長壽命 建造新核電廠 盡早部署先進反應堆 確保所有反應堆保持最高安全水平 以及有可靠永續的核廢料管理 以國家主席習近平特別代表身份 出席峰會的副總理張國青指 要令核能發展成果為及發展中國家 深化 交流 活作 推進核安全 共建 共治 共享 構建核安全 命運共同體 我們要堅持開放有序 推動全球核能治理 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加強國際核能產業分工協作 增強全球核能產業鏈 供應鏈 任性和安全 反對將和平利用核能問題政治化 美國氣候特使波德斯塔指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之後 美國與日加英法等合作 展開多個政府主導的核能投資項目 又說要共同打造安全可靠的核燃料供應機制 減少依賴單一國家或供應者 有線新聞 林鄭義 報導 中國海警指菲律賓人員 非法登上南沙群島鐵線招 中方堅決反對 非方指是登島做學術研究 最後林鄭義 報導 中國海警在微博發公告 說非方34個人員 星期四無視中方警告勸阻 非法登上鐵線招活動 海警執法人員依法登招並且查證處置 中方重申對包括鐵線招在內的南沙群島和附近海域 擁有無可爭辯主權 非方行徑侵犯中方領土主權 違反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中方堅決反對 頓促非方立即停止侵權 海警將依法在中國管轄海域 持續展開維權執法活動 菲律賓一方指四艘船同一載駐大學和漁農部門人員到當地 進行生物多樣性研究 目標是加深認識菲律賓海域的珊瑚礁 又說預計中方會阻攔 所以派出兩艘海岸防衛隊艦艇隨行 有線新聞林鄭義 報導 澳洲和英國舉行外交防務會談 英國外相卡梅頓說 世界變得比以往更加危險 有關注中國在台海的動向 李建森報導 英國外相卡梅頓和防相夏博斯抵達澳洲首都坎培拉之後 拜訪了總理亞爾巴內塞 日聯和澳洲外長黃英賢和防長馬爾斯大合照 雙方星期五轉到南部亞特萊德舉行二加二會談之前 先分別舉行一對一的外交和防務會面 馬爾斯和夏博斯簽署了防務合作現代化協議 又推動加強水下作戰協同情報支援聯合軍演等方面的計劃 黃英賢和卡梅頓就簽署了打擊太平洋地區性別暴力問題的諒解備忘 卡梅頓接受當地澳洲廣播公司專訪的陣就說 中國變得更獨斷因此英澳和想法相近的夥伴有需要加強合作 又重新不想看到任何單方面改變兩岸現狀的行動 他推想如果解放軍有封鎖台海等行動 對台灣和全球經濟都會帶來災難性後果 他說英方想和中方在可行的範疇合作 例如氣候變化 但形容北京近年對香港或澳洲的行徑 都帶有挑戰性的一面 有線新聞的健身報導 休息回來會有其他新聞 稍後見 在最新的金融行程 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報39,847點 升335點 標普500指數升34點 報5,259點 英國富士指數升152點 報7889點 法國巴黎Cat指數升16點 報8177點 看美元匯價 歐元賣出價1.086 日元151.68 英鎊1.2671 加元1.354 澳元0.6572 其他新聞 長和系主席李澤巨說 本港經濟現在比較辛苦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來之不易 一定要保住 黃建春報導 長和系主席李澤巨在業績會上 回應現時本港的經濟情況 他認為有一個地位很重要 一定不能夠失去 現在經濟似乎是辛苦 真的怎樣應對 要看香港政府 我的想法就是 香港一定要保住 國際金融中心這個地位 全世界只有三幾個 這個香港來之不易的 千萬千萬沒有失去這個地位 主要經營地產業務的詳實 去年少賺兩成 盈利173億 受到本港和內地經濟轉差 和物業市場氣氛疲弱影響 物業銷售收入跌近四成九 派沒期息每股1.62 按年減少1成2 李澤巨說本港樓市刺辣之後 市場都暢旺了很多 目前下行的機會也降低了 李澤巨認為 無論是投地還是保地價 都是視乎有沒有合理的回報 又說集團一直在不同地方發展 形容回報率決定一切 但自己對於香港有特別感情 有線新聞 黃建春報導 有機構公布全球121個金融中心排名 香港繼續排在第四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 由英國一個智庫和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發表 香港整體評分維持在741分 比第三位的新加坡少1分 而紐約和倫敦分別以764分和747分排頭兩位 香港在投資管理和金融科技分項排第四 但專業服務就由上一次排第四 大跌到第13位 營商環境、人力資源都下跌兩位去到第六 金融發展排名也由第四跌到第八 前年3月香港總排名曾經升到第三 之後比新加坡超越 天文台預測今年會有5到8個熱帶氣旋 進入香港500公里範圍 風季可能持續到11、12月 蘇博濤報導 去年全年有5個熱帶氣旋集說 天文台預計今年最快6月進入風季 最快10月才會結束 而進入香港500公里範圍內的熱帶氣旋 數目會是正常至偏多 大概是5至8個 如果是根據現時主流的預測 今年後半年會進入拉尼達的狀態 這個情況下通常風季是比較遲結束 以往在拉尼達的情況下 有機會11月甚至12月都有機會打風 不單止打風 隨著氣候持續暖化 去年是香港歷來第二溫暖的年份 全年平均氣溫24.5度 7月錄得最高36.1度 有54日達到酷熱 天文台預計今年平均氣溫會較正常 雨量就接近正常 介乎2100至2700毫米 但是暴雨仍然是有機會出現的 至於你說它去到多極端 確實是這麼多個月前 比較上難去預測得到 天文台下半年將會在應用程式 加入粵港澳大灣區天氣資訊 亦提供語音功能 給用戶查詢天氣情況 有線新聞蘇博韜報道 都會大學成為全港第一間 應用科學大學 相關課程會獲得額外之助 校方希望社會改變 對積酸教育的黑板印象 李榮松報道 我要正式宣布 香港首間應用科學大學 正式成立 而式幼教育局局長蔡若蓮主禮 蔡若蓮說都帶在管治及質素保證 以及與業界的合作和應受性等 都完全符合評審要求 香港都會大學在推行結合理論和實踐的高質素職專課程 以及在獲得業界的支持和認可等方面 都展示了成為應用科學大學必須具備的條件 校長林群星希望應科大的頭銜 可以改變社會對積酸教育的黑板印象 又計劃開辦體育、酒店和航運管理等的新課程 正在與業界討論細節 在職專教育來說 在香港一直以來都好像是說 如果不能夠進入一間正式的大學 讀一些大家都想讀的所謂神科之外 就退而求其次去讀一些應用性質 比較高的學科 將來社會就會看到 原來去這些應用科學大學讀書 畢業之後是少了一些大學教育 只是多了一些專業教育 這個時候慢慢的概念就會改變 成為應科大之後 都大未來三年需要持續接受質素保證評核 除了都大之外 教育局說也有收到個別院校 表達性格做應科大的意向 不過暫時未收到正式申請 局方也容許他們可以同步申請 性格做私立大學和應科大 有線新聞李榮中報導 彭博報導 雅門湖塞武裝和中國俄羅斯達成協議 不會攻擊兩國的船隻 報導說中俄外交官 在亞曼和胡塞的高層會談 之後達成共識 胡塞已不攻擊兩國船隻 換取中俄在政治上的支持 胡塞近月的攻擊目標 雖然主要是和以色列有關的英美船隻 但也曾經懷疑認錯了一些中俄船隻 而作出攻擊 報導說中俄可能會在聯合國安理會 阻撓一些涉及胡塞的決議通過 但消息人士並不掌握具體行動或細節 在地球幾千光年以外 會出現一火新星 令它爆發光芒的現象 每80年才會發生一次 是一生難得一見 林思華說說 在母仙座和木枯座之間 有個比較細的北面座 它的形象是個王冠 由七顆星組成 左邊數起第二顆星的旁邊 表面看來什麼都沒有 實際上只是醞釀巨變 在這個位置深處 距離地球三千光年 有個雙星系統代號北面座T 由紅巨星和白矮星組成 紅巨星因為高溫高壓 開始變得不穩定和噴射外層物質 白矮星會將這些物質收集 令自身不斷升溫 直到失控一刻發生熱核爆炸 令亮度暴升 由本來在地球看不到 變成肉眼都看得到 亮度和北極星這些二等星差不多 由地球觀測 爆發產生的強光 等同北面座附近多了一顆新星 不過這顆星不會持久 大約幾天後就會逐漸變暗消失 上次北面座的新星爆發是1946年 鐵文學家認為 它在今年9月前就會再次爆發 如果這次錯過了 就要再等80年 即是對於大部分人 這次就是一生唯一的預見 有線新聞林思華報導 到…